当年不是自己走失的 是被仲鱼害的 胡说你 你这是故意诬赖仲鱼啊 你这不是陷害仲鱼吗 仲鱼当年还是个孩子 小方都喊他姐姐姐姐的 阿姨 夫人你自己看 昨晚又梦到我妈妈了 她说她走丢了 找不到回家的路 可是妈妈的样子好可怜啊 还说那个害她的人 她永远也不会原谅她 对不起 是我把你妈妈弄丢的 真的是你把我妈妈给弄丢的 你为什么这么做 从小 阿姨就没有了妈妈 我家里的怀疾很苦 我的母亲 就在小方家里当宝 小方她 这哪儿来的 这个女人 真的是忠鱼啊 跟她说话的这个小女孩 这是小方的女儿 也就是您的外孙女儿 天哪 我爸 我爸比女儿小方 是被忠鱼 丢弃的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她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 我们把忠鱼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啊 连她生活了二十几年 也从来没有发现 在她心里面竟然藏着这么大一个命运 这几十年来 她眼看着我们痛苦自责 终于 她怎么下得了手 她怎么忍心看着我们这样折磨自己 她这是为什么 你只能说 她的良知 已经被贪婪 记得 被淹灭 她的人格都已经扭曲了 小方 小方在哪儿 我要去把她找回来 夫人 夫人 您千万要真理 小方 已经过世了 小方死了 我的女儿死了 我可爱你 我 我可爱你 他不是还有孩子吗 我去把他接回来 夫人 您放心 孩子那边我会安顿的 可是眼下还有很多要紧的事情要处理 夫人 您一定要镇定 董事长男 我是担心她是承受不了 还要请夫人婉转地告诉我 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全力想尽办法 去阻止众余 跟雨晨他们的阴谋 尤其是雨晨 我亲眼看到她 她拿着这个视频的内容 去威胁众余 我想终于做了很多不合情理的决策 都是被要挟的 可爱了 我再讲过去的 只是地图 还是过去的 什么事情 还是你 这样是 是